11月8号是王源21岁的生日,当天凌晨王俊凯就发文祝王源生日快乐,21岁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还配了一张自己做的图,写下的愿望都实现。 今年是王俊凯与王源互送生日祝福的第十个年头,想当年王俊凯给王源过十四岁的生日,他亲自给王源写了一封信,他们未来会有一个十年两个十年三个十年讲未来要说的话,时间过得很快,现在他们就迎来了第一个十年。 当天晚上,王源晒出了自己过生日的照片,工作团队为王源准备的party,主题绿色的,也是王源最喜欢的颜色,王源也穿了一件嫩绿色的衣服,很有少年气。 王源说收获了来自大家的很多温暖,希望这个特别冷的冬天,大家也能将温暖留给自己,祝福大家冬天快乐。 王源还是那么的温暖,不管什么时候都想着那些爱他的人,他希望大家过得好,同样生活顺利幸福。 王源今年也收到了很多的生日礼物,大部分都是团队的人送给他的,有王源喜欢的泡泡机,有吃饭用的大铲子,还有恐龙的围巾,都是比较有新意的礼物。 不得不说王俊凯与王源的喜好越来越像了,王源很喜欢玩泡泡机,于是身边的人就在过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了。 在自己追梦的道路上遇到兴趣相投,目标一致的人很不容易,王俊凯王源的相识就是缘分一场,希望两个人可以永远做自己,永远快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